1950年,在苏联五年被扶岁月的溥仪被引渡回国,亡了国的末代皇帝自以为必死无疑,却得到了新中国的宽大处理。 在庆幸之余,溥仪成了战犯管理所的一道风景,穿衣扫地是他获得新生的第一课。 当曾经的皇帝成为了阶下囚,他将如何度过狱中时光呢? 辽宁师范大学玉大华教授做客百家讲坛,为您精彩讲述末代皇帝溥仪第二十集,引渡回国,敬请收看。 1945年8月19日,维满政权垮台后,王德国的末代皇帝溥仪出逃日本,在沈阳机场被苏军俘获,自此在苏联开始了五年的备赴岁月。 在此期间,他曾前往东京赴远东国际军事法庭出庭作证,为控诉日本法西斯军国主义的罪行尽到了自己的义务。 此后,溥仪一直被关押在收容所,1949年10月1日,新中国成立的喜讯再次改变了溥仪的命运,他将被引渡回国。 当这位末代皇帝再一次踏上祖国的土地时,他将怎样面对新的执政者? 对于未来的命运,溥仪又有怎样的幻想呢? 辽宁师范大学玉大华教授为您讲述,百家讲谈戏的节目《末代皇帝溥仪第二十集》,引渡回国。 1950年7月31日傍晚,60多名为满战犯在苏军士兵的押送下,乘列车抵达了黑龙江省隋分河火车站。 在这些战犯中,除了个别级别比较低的人以外,其他人自知罪孽深重,断定逼死无疑,估计下了苏联的火车,就将被新中国政府宣布逮捕,然后宣判五花大网的押赴刑场处决。 所以,每个人的情绪都低落到了极点。 然而,苏联押送人员又向战犯门宣布了一个火上浇油的决定,来早了,将于明天清晨半里引渡,所以还得在火车上坐一休。 这个时候正是闷热的寿夏季节,车窗车门关得严严实实,考虑到随时可能上路,赞犯门把压箱底的衣服都一股脑套在身上,已经汗流浃背,就等着到另一个世界里去凉快凉快。 听说那边凉快,那么现在又听说要推迟引渡,谁愿意胆战新京兵,再度过一个不眠之夜呢? 所以车厢里边一片哀声叹气,众人颇有一种求死不得的无奈。 溥仪没有跟围满大臣们在一块,他被安排在苏军军官的卧铺车厢,条件稍好一起。 他穿着当年到远东国际军事法庭作证的时候,苏联人给他做的毛料西服,衬衣领带整整集齐,本来还穿了件风衣,但是太热了,实在穿不住,只好拖下来放在一边。 他断定绝无生路,必死无疑,决心在临行的时候喊一句口号,内容也想好了,是太祖高皇帝万岁。 所谓太祖是庙号,高是士号,指的是努尔哈赤。 大家知道,溥仪是清朝的末代皇帝,哪一位皇帝都比他辈儿大。 喊道光万岁吧,怕家庆不乐意,所以挑了个辈儿最大的喊,努尔哈赤万岁。 当然叫太祖高皇帝万岁,口号简短额要,问题是现在腿肚子已经开始赚筋了,没把握死到临头的时候,能不能喊出口。 溥仪,夜不能寐,睡不着觉,看着窗外的夜色,时尔期盼,黑夜永远没有尽头,时尔又有一种冲动,盼望立即天亮,看看有没有奇迹发生。 否则的话,早死早脱胜。 1950年8月1日的清晨到来了,中方列车开进了站台,停在跟苏联列车平行的位置,然后现场被封锁。 中枢两国士兵持枪相对站成一个胡同,一边是身穿礼服的苏军战士, 另一边是衣着朴术的解放军士兵,刺到寒光散散,烘托着紧张的气氛,一声声口令,吓得火车上的站饭门,已经灵魂出现了。 开始点名,苏联人喊到一个名字,这个人立即起身下车,然后中方再点名,造像。 通过两国士兵的人墙胡同,登上中方的列车。 围满大臣们大多年于六训,走都走不成个样子,被参,参过去的。 像前委国务总理张景辉已经快八十岁了,被士兵半掺半抬地弄到了中方的列车上。 溥仪这一年四十五岁,正值壮年,不用参数。 他晚年还记得,他最后被移交给中国政府。 那么当时还有一个穿中山装的中列人对他说,我奉周恩来总理的命令来接受你们,现在你们回到了祖国。 溥仪也不知道周恩来是谁。 他低头等人给他上手铐,但是中方人员直接就把他领到了列车上。 虽然没有被铐上,但是他看到现场戒备伸延的气氛,他明白了事态的严重。 登上新中国的火车。 溥仪看到六十多名围满战犯都规规矩矩地坐在车厢里边,没有一个人被绑或被铐。 但是,车厢两头,各有拎着冲锋枪的士兵。 更为严重的是,所有窗户都拿报纸糊上了。 看到这个景象,回心里十分沉重。 他后来回忆说,他说,气氛如此严重,这不是送我们上刑场,又是干什么呢? 我看了看左近的犯人,每个人的脸上都呈现出死灰般的颜色。 溥仪坐下之后,气敌一声长鸣,机车倒推着车厢,缓缓离开了隋分河火车站。 解放军干部来宣布纪律,然后分发碗筷,吃过早餐之后,现场的气氛稍有缓和。 无疑,这些围满大臣们都想知道此行的终点站,或者说刑场设在哪里。 车装被糊上了,看不到外边,又不敢问押送的解放军。 但是,这些战犯们大多是东北通,他们很快判断出了火车的经过路线。 原来这是一列临时编组的火车,每到一个车站都要停很长时间,虽然看不到外边,但是站台上有广播。 给这些战犯们提供了准确的信息。 所以当火车经哈尔滨南行之后,战犯们立即断定。 将在当年卖国求荣的长春被攻审,然后相决。 当年溥仪再次抛弃了他的子民,企图逃跑被苏军俘获,离开东北。 如今五年过去,伤心顾国,不堪回首,却已换了人间。 东北的解放,让这片伤痕累累的黑土地,焕发了无险生气。 而以溥仪为首的这些维满战犯们,对新的执政者中国共产党,既没有接触,更不了解,只能凭着想象去猜测。 那么,当他们回到祖国时,等待他们的会是什么呢? 虎仪感觉,随着火车的奔驰,自己的生命也越来越短。 在苏联的时候,他读过一些中文的宣传品,知道新中国政府公审犯人的大致程序。 人到齐了,先唱歌,然后把五花大榜的犯人压上台,全场一起喊口号。 接下来控诉,使愤怒的气氛达到顶点,最后把犯人拖下台去,在万众唾骂声中一枪毙命。 一想到这里啊,溥义昏飞天外,他恐惧的失态了。 另外,他又感觉自己冤枉透顶啊,虽然做过大清帝国的皇帝和维满洲国的傀儡元首,但没有掌握过一天国家政权。 评诉,念经吃素,连长用文字都不打,现在却要像江阳大道那样被绑复伐场,真是死不瞑目。 他要让别人知道,他不是个恶人,不应该落得如此下场。 他觉得他冤,他站起来了,跟谁说啊? 看看围满的战犯们,没法说。 再看看,身边有个解放军,拎着冲锋枪,站在他身边,跟解放军说。 怎么说呢? 正好解放军这个,有一个兄章,上面有中国人民解放军几个字,图义呢,就开始跟人家说,说解放这个词啊,太好了。 我是佛教徒,信佛,我们就讲究解放,解放一切生灵,又给我佛慈悲吗? 然后讲自己如何吃树,如何不杀生,如何放生等等等等。 解放军士兵也不理他。 普遗看这个话题,谈不下去了,又换了个话题,开始举报,说那谁谁谁啊,思想反动。 说那个人呢,说,骂过斯大林等等等等,开始举报。 那立功赎罪嘛,解放军士兵还不理他,但是那些围满大臣呢,坐不住了,纷纷往这边看。 溥仪又跟那些围满大臣们干起来了,你们看我干什么?你们干什么? 啊,反正被枪地的不过是我,你们不用害怕。 大家一看他失态了,就纷纷的过来啊,劝他,然后硬让他躺在座椅上。 溥仪也确实是好几天没睡好觉啊,迷迷糊糊就睡着了。 一觉醒来,已经是第二天的早晨了。 那您看我的前半生里边记载,溥仪揉着眼睛,十分惊讶自己还活着。 然后一咕噜爬起来,去看昨天被他检举的那几个人。 那一看都好多都在那坐着的,突然他想到了冤鬼报仇的故事。 这些人将来变成鬼找他报仇啊。 所以他不由自主的,又向每一个被检举者啊,一一磕头。 本来人人紧张,让他这一闹啊,更是人心惶惶。 突然,列车放慢了速度,直到咣当一声停了下来。 这个时候,从窗外传来了广播声。 各位旅客,这里是长春火车站。 所有人顿时大惊思涩,同时一阵歌声从窗外飘来。 紧接着,车门打开了。 大家虚惊一场,原来是车站方面送来了早餐。 火车这长春停留时间不长,很快又开动了。 至此,这些围满站发门断定,沈阳将是他们这次漫长旅途和自己生命的终点。 不可能再走了,往哪走啊? 沈阳是东北的铁路的枢纽啊,往南是旅的,还处在苏军的占领之下呢? 往东是丹东,那是边境城市,往西南是北京,天津。 从犯罪的渊源角度来看,也不可能弄到官内处决。 就是沈阳了。 溥仪也是这样认为的,而且他感觉他拟定的那个口号啊,真是一语成谈。 不太祖高皇帝万岁吗? 太祖高皇帝还恰恰就埋在沈阳。 作为清朝入关前的那个都城啊,那里边埋葬着努尔哈赤和皇太极。 看来自己要死在祖宗发祥的土地上了。 溥仪默念着口号,一遍一遍念,等待着最后时刻的到来。 中午时分,火车停靠沈阳站,车门打开了,几个干部走上车来,所有战犯都把目光集中到他们身上。 紧张的,在看着人家。 干部就说,天太热,安排一些年纪大的人啊,下车休息,然后就拿出一张纸,开始念,溥仪,张静慧。 溥仪脸色撒白,站了起来,稀里糊涂地下了车。 他估计最后的时刻到来了,因为被点名下车的全是围满的头面人物嘛。 看着战台上,拿着冲锋枪的士兵,他想这不是上刑场,是干什么呢? 不能怪溥仪神经过敏,亡国之军只有死路一条。 更何况,他还亡了两个国,当然后来那个国是韦国。 他还判了一次国,他会有一丝生路吗? 所以溥仪啊,感觉是这样的,完了。 溥仪等人上了一辆大客车,随即呢,这个客车啊,驶出站台,驶往沈阳的繁华街区。 不大一会儿,汽车就抵达了沈阳市和平区南京街的东北公安部大楼,下车。 然后干部呢,引导溥仪一行,前往二楼的会议室。 溥仪摆出衣服,豁出去的姿态。 把衣服一团,夹在腋下,第一个就进了会议室,按说应该干部第一个进,他第一个就进去了。 一看桌子上摆满了,水果啊,点心啊,糖块,还有纸烟这些东西。 普遗判断这是个法庭,将进行简单的宣判,然后执行,水果点心是上路前的宋命验。 所以他抓起一个苹果啊,就开始吃,呃,然后用另一只手啊,抓什么呢,反正有什么抓什么,糖块啊,纸烟啊,往兜里摧,哎,留着路上在吃,哎,正在吃的时候啊,突然,一群军人和官员,错用着一个身材魁梧,戴着眼镜的中年男子走了进来。 看到这个阵势,战犯门立即猜到了这是一位大长官,所有人立即起立,然后奉命坐下,那个大长官开始信话,让战犯门老实交代,洗心革面,认罪服法,啊,等等,等等,开始激扬,原来啊,普遗等人在火车上的表现,早就通过电话打到北京了,周恩来接的电话,周恩来接完电话之后, 就指示东北局的领导,呃,出面做一下溥仪等人的思想工作,所以安排了这次会面,领导在那讲,啊,溥仪在这吃,咔嚓咔嚓在那吃,吃完了一个又吃一个,好不容易吃下了两个苹果,他没听到领导讲一句话,啊,吃完两个苹果啊,决定不吃了,太酸了,一拍一桌,站了起来, 打断了领导的讲话,说,别说了,走吧,现场顿时一片讹人,领导讲话你敢打断吗,领导们这才发现,战犯们的心灵早就被死亡的恐惧占据,自己讲了半天,听众根本没往心里去,这场面该有多尴尬, 恰巧这个时候,有一个穿军装的年轻人走进了会议室,战犯们顿时眼前一亮,于是那个大长官,就喊了一声小张,然后把年轻人换到身边,说你讲吧,我不讲了,他们不听我的,你把情况跟大伙介绍一下,于是小张就开始讲了, 这个小张叫张绍记,是原为满国务总理张景慧的小儿子,精通日俄两种语言,当年苏军扣押张景慧的时候,本来是通知开会,于是张景慧就带着儿子去,儿子不是日俄语斗会吗,带着儿子去赴会,结果这个小张也被一同押往苏联, 跟战犯们一起关进了收容所,甚至跟溥仪在一个房间里还住过一段时间,战犯们全认识这个小张,小张被提前释放回国,至于回国后,为什么穿上了解放军的衣服呢,原来啊,小张在维满的时候参加了中国共产党领导的东北青年救王会,利用父亲的关系, 他爸不是总理大臣,掩护过东北的地下党组织,不过战犯们更关心小张带来的各家的这个消息,比如谁家的孩子上了大学,谁家的孩子参加了工作,等等等等,得知各自家庭基本平安的消息后,战犯们十分兴奋, 于是戴眼镜上的大长官又开始驯化了,告诉大家要前往俯顺,休息一段时间,告诉大家不要胡思乱想,要好好学习,不要老想着我们要杀你们,为什么要杀你们呢,我们有强大的国家政权,有人民的支持,我们不怕你们,不要老这样想,然后就结束了这次会面, 沈阳的会面是溥仪与中共组织的第一次接触,原本以为死到临头,却临时赦免,让溥仪颇感意外,更体见了中国共产党对引渡溥仪工作的细致耐心, 接下来溥仪一行将前往俯顺,俯顺不仅是新中国的重工业基地,更是清朝的龙兴之地,清朝的末代皇帝以战犯的身份到此认祖归宗,着实让人感慨,那么这些维满战犯人将在俯顺度过怎样的生活呢? 溥仪等人被送回了火车,跟下车的时候相比,这个时候的溥仪完全变成了一个另外的一个人了, 据他的侄子,预言回忆,预言这个回忆录是贾英华先生给写的,预言提供的素材,我在这里强调一下, 据预言回忆,溥仪对他说,你知道我们刚才出去干什么去了?大家瞪眼着急地盯着溥仪,到底干啥去了?你说吧,溥仪掉在眼卷得意地说,刚才下了火车,是东北局的领导接见我, 然后滔滔不绝地讲了会议的盛况,为了增加权威感,还掏出一袋里的糖块, 这还有水果,还有纸烟,让他好多尝一尝,最后,浦仪神秘兮兮地说,你知道咱们现在去哪吗? 这下子大伙更关心了,去哪啊?浦仪说出了,浦顺这个地名,浦顺是东北一个比较大的城市,比铁岭大多了, 以出产煤炭注明,战犯们基本都去过,浦仪在围满的时候也临幸过, 那么现在去浦顺将面临什么待遇呢?浦仪搭不上来了,大伙就拆, 乐观的人估计可能被送到疗养院集中学习一段时间,悲观的人认为可能被送到煤矿挖煤, 答案很快出来了,以浦仪为首的战犯们既没住进疗养院, 也没有被送到煤矿挖煤,而是被关进了监狱, 沈阳岛府顺不过几十公里,火车一个小时就抵达了目的地, 下车后,以浦仪为首这些围满战犯被压上了大卡车, 奉命蹲在车厢中间,一律低头, 车厢四周是拿着步枪的解放军尸体, 经过半个小时的颠簸,他们来到一个大院, 下车一看,顿时吸了一口凉气, 只见周围是高高的围墙,墙上有电网和港楼, 听个一声称,刺耳的铁门开关的声音和简洁严肃的命令语气, 以浦仪为首的这些战犯都明白了,这是监狱, 而且围满战犯当中就有人知道这座监狱是围满初期建的, 专门用来关押反满抗日的知识, 人生的命运真是难测, 谁能想到当年的统治者住进了自己兴建的监狱呢? 过于十分沮丧,一则死亡的恐惧尚未消除, 稍有风吹吵动就心惊肉跳, 二则沦为囚徒这个反差太大, 即使在苏联远近期间也不存在铁窗铁门的束缚, 在自己的小圈子里还能摆出威风呢? 现在脱下了替服, 换上了球服, 经过一道道的铁门, 最后进入一间牢房, 身后响起了上锁的声音, 溥仪的心情可想而知, 溥仪打量的这间牢房, 此间房间不大, 水泥地面中间是过道, 两边是梁府木炕, 显眼的是什么呢? 房间的一角还有一个简单围起来的卫生间, 里面放着一个木马桶, 这个过道不是很宽裕, 还放了一个长条的木桌, 就显得更拥挤了, 窗下还有暖气设施, 实事求是的说, 拿监狱的标准来衡量, 条件算是不错的, 其实为了接收这些战犯, 特意做了改造, 增加了暖气设施, 原来在维满的时候, 条件非常恶劣, 溥仪不知道这些, 第二天, 溥仪被叫出了奸石, 靠墙站的, 脖子上挂上一个紫牌, 写着981的号码, 造了一张像, 溥仪十分困惑, 维满站犯不过60多人, 为什么自己的编号是981呢? 自己前边的900多人是什么人呢? 他不知道, 其实啊, 这个监狱主要关押的是日本战犯, 而且, 当年这所监狱的日本典狱长, 目前也关押在这里, 溥仪不知道, 百思不得其解, 百无聊赖, 每天坐在炕上发呆, 整个监狱静悄小的, 只有走廊里边看守人员, 舵来舵去的脚步声, 机械的脚步声, 让每一个人感到一种莫名的压力, 不久, 溥仪得知这里不是一般的监狱, 名为腐顺绽放管理署, 虽然人生的命运发生了逆转, 到溥仪也不得不承认, 这里边有不少令他出乎意料的满意之处, 毫无疑问, 溥仪最满意的是他还能活着, 虽然这个时候, 溥仪对自己的历史罪行缺乏深刻的反省, 但是中国历史上亡国之军的下场, 已经让他不抱幻想了, 如果把他拉出去毙了, 他也不会感到意外, 当然溥仪贪生怕死, 这也是人之常情, 管理所给战犯们都发了被褥, 洗漱用品等等, 虽然不是什么高档的东西, 它全是新的, 让溥仪感到安心, 他分析说这表明不会很快出危险, 如果三两天就拉出去毙的话, 也不一定就需要刷牙了, 所以都是新的, 他感觉还可以, 另外看守人员虽然一丝不苟, 但不触暴, 有事敲敲门, 看守立即过来询问, 只要是合理的要求, 基本能得到满足, 新中国政府不但没有杀他们, 还给他们提供了不错的待遇, 溥仪也感到出乎意料, 据预言回忆, 他说经常端来大铁盆盛着的大块炖猪肉, 咬一口就流油的大肉包子, 我们更是经常能吃到, 像牡蠣, 鲜虾这些贵重的海鲜, 我们也能时常吃到, 就连凹白菜也是油水非常大, 提起每餐的主食质量也, 的确令人满意, 馒头米饭等换着样子里做, 可以随着不同人的口味调和, 新中国政府给他们提供了这么好的待遇, 还是为了感化他们, 溥仪本来吃素, 现在破戒了, 而且饭量非常大, 每顿饭都吃到狼吞虎咽, 鼻子十分纳闻, 这位皇帝难道是头一回吃这样好的东西吗, 那当然不是头一回, 溥仪出到府顺战饭管理所, 有几天跟其他的委满战饭关押在一起, 那些战饭在溥仪面前非常尴尬, 战也不是, 坐也不是, 蹭天闷着不说话, 溥仪更是尴尬, 要命的是生活不能自理, 没有人帮助他了, 那简直不能生存, 所以溥仪向管理所的领导们, 鞠躬坐椅, 苦苦哀求, 才得到允许搬到弟弟妹夫侄子等人的房间, 从此一来伸手, 翻来战口, 苦顺战饭管理所承担着改造战饭的任务, 当然不能允许溥仪然高高在上吗, 所以不久啊, 溥仪就被调到了其他伟大臣的监视, 溥仪临着黑皮箱, 一不三回头地就跟着看守走了, 临别前, 溥仪的水从, 李国雄奉命对溥仪做了培训, 根据战饭管理所的工作人员回忆, 让李国雄教他, 教什么呢, 教他怎么扣扣子, 怎么系鞋袋, 怎么跌背, 应该幼儿园就学, 但溥仪他没上过幼儿园, 所以至今还不会要教他, 基本学会了, 但实际上溥仪还是难以适应这种生活, 据溥仪在《我的前半生》中说, 四十多年来, 我从来没跌过一次背, 铺过一次床, 倒过一次洗脸水, 我甚至没有给自己洗过脚, 没有给自己系过鞋带, 像饭勺, 刀瓣, 剪子, 针线这类东西, 从来没有摸过, 现在一切事情都要我亲自动手, 使我陷入了十分狼狈的境地, 早晨起来, 人家早已把脸洗完了, 我才穿上衣服, 等到我去准备洗脸了, 有人提醒我应该先把背叠好, 等我胡乱地卷起被子, 再去洗脸, 人家早洗完了, 我漱口的时候, 已经把牙刷放进嘴里, 才发现没有蘸牙粉, 等我把这些事情都忙完了, 人家早饭都快吃完了, 我每天总是跟在别人后面, 忙得昏头脏, 于是, 胡义就成了蘸饭管理所里面的一道风景了, 只见他穿着浑身都是褶子的, 求服, 扣子残缺不全, 也不知道掉哪了, 口袋扯了半边, 身上粘着墨水, 塌了在鞋子, 蘸饭管理所当然不能置之不顾, 经过督促, 溥玉只好自己缝补清洗, 一会儿划破了手指, 找医生来上药, 一会儿弄得水漫金山, 大伙一起帮他扫, 就算不出什么事, 两下衣服洗完, 下半身也湿透了, 后来找了很多蘸饭, 同监事的人帮助溥玉, 经过一段时间的努力, 溥玉的生活治理能力, 还是有很大提高的, 几十年高高在上的地位, 使溥玉有着很强的自尊性, 他感觉自己成了别人取笑的对象, 颜面扫地, 心里边非常的难受, 在福顺战犯管理所的生活, 也许心态的转变才是真正改造的开始, 那么作为战犯, 武夷又是如何看待这个新的国家政权呢? 1950年爆发了一件震撼世界的大事, 朝鲜战争, 10月下旬, 新中国组成自愿军出国参战, 抗美援朝, 东北的局势非常紧张, 辅顺距中朝边境不过200多公里, 所以在志愿军入朝不久, 战犯管理所就迁到了哈尔滨, 溥玉紧张到了极点, 他估计中国军队肯定打不过美国军队, 美军占领东北就是时间问题, 等到东北不保, 解放军会让他们活着落到美国人手里吗? 那不可能吗? 这不是溥玉一个人的看法, 围满大臣们普遍都这样认为的, 然而出乎所有人意料的是, 抗美援朝战争的战局逐渐有力, 时间一藏, 战犯文的情绪稳定了, 溥玉也想表现一下自己, 参加了职日, 遵命写了自传, 交代自己的前半生, 当然他在自传里面, 掩盖了他跟日本军阀勾结的事实, 但有一件事是值得肯定的, 当时全国人民捐款捐物, 普遍受到启发, 他拿出了一套玉玺, 交给管理所的看守, 请他转交政府变败, 然后支援抗美援朝, 这套玉玺是乾隆皇帝退位当太上皇的时候, 制的一共三枚, 用锁链连在一块, 令人称奇的是, 这三枚玉玺连同锁链, 是用一块田黄石雕刻而成, 无论从历史文化, 还是从珍宝的角度看, 均堪称价值连成, 价值连成四个字绝不夸张, 但是溥价宝之后, 管理所没有任何特殊的表示, 溥价很傲杀, 你说棱水里还有个响, 献上去了, 人家干脆也就没有表示了, 溥价以为管理所不识货, 所以他十分傲杀, 不但说一句, 这套玉玺, 管理所收到之后, 根本就没有拿出去变卖, 一直在管理所里面放着, 后来管理所把它送给了故宫博物院, 那么现在藏于北京的故宫博物院, 不是人家不识货, 溥价以为人家不识货, 他傲上, 正在傲上的时候, 又经历了一场更大的打击, 1952年1月的一天, 他的侄子预言借送饭的机会, 悄悄塞给溥价一个小纸条, 溥价接过纸条, 就跑到房间一角的卫生间偷看, 一看顿时感觉五雷轰顶啊, 原来预言通过这张纸条, 劝他主动向政府交出皮箱夹城里的珍宝, 我前面说过溥仪在苏联的时候, 有亲信李国雄动手, 给他的皮箱做了一个夹城, 里面藏有不少珍宝, 这个夹城居然骗过了苏联和新中国政府的双重检查, 这些珍宝是溥仪后半生的生活妃, 他做过大清帝国的皇帝和维满洲国的傀儡元首, 就剩下这点东西了, 如果有一天能活着出狱, 只能以此为生, 否则的话恐怕饿死街头, 可见这笔财富的重要, 溥仪晚年回忆, 他当时首先感觉的是重叛亲离的愤怒, 玉岩的太爷爷是溥仪爷爷的亲哥哥, 所以玉岩是溥仪的植辈, 而且为了老师忠心耿耿, 在苏联的时候, 快要引渡回国的时候, 溥仪不是考虑到自己后继无人吗, 那么秘密认玉岩为儿子, 所以他们在名义上还算是父子关系, 现在居然劝他交出珍宝, 这堪称不忠不孝, 当然火烧眉莫的问题不是愤恨, 也不是出狱后的生计问题, 能不能出狱还两缩的, 而是继续引力, 还是立即上交, 别看溥仪这个人, 生活上笨手问脚, 但是头脑十分清晰, 他知道上交与否的关键, 是这个事儿能不能瞒得郭政府, 溥仪不得不承认, 皮箱夹成长珍宝这个事儿啊, 自己身边的人都知道, 连预言都不可靠, 何况他人呢, 况且这是违反监规的行为, 万一有一天被别人检举了, 自己就是罪上加罪, 想到这里, 他不敢再藏下去了, 但是溥仪还有一个顾虑, 毕竟曾经欺骗了政府嘛, 加上自己的特殊身份, 所以即使主动上交, 也不能得到谅解, 而且今后谁还会相信他的话呢, 想到这里, 溥仪真有点六神无主了, 一连几天过去了, 溥仪表面上不动声色, 他心情复杂矛盾, 非常痛苦, 其实情况比他想象的还严重, 预言已经向索方做了检举, 他不知道, 古人说一尸如尔成千古汉, 溥仪将何去何从, 最后的结果将会怎样呢, 请看下集, 谢谢。 溥仪曾经三次登基, 两次亡国, 曾是九五之尊, 也曾为阶下之囚, 而他却在新中国有了一个完美的结局, 1959年, 溥仪被特赦出狱, 回到北京, 人间正道, 世事沧丧, 溥仪如何在炼狱中获得了新生, 辽宁师范大学玉大华教授, 做客百家讲坛, 为您讲述末代皇帝溥仪大结局, 第二十一集, 走向牺牲, 敬请收看。